中共總書記他前期的時候說了一句話 而這句話呢 現在曝光了 什麼話呢 他說到 中共如果說呢 在現在這個時候呢 你不改進的話 擁有一個內憂外壞 這個內憂外壞 就像那1948年的國民黨一樣 死穴是什麼呢 失禁民心 而這句話剛曝光沒多久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習近平他上台之後 現在開始呢 雷厲風行的展開一些行動了 先注意什麼呢 中國國家的中央電視台 派了記者呢 到哪去了 到了一個情色首都東莞去 派了一些影片回來 做成了新聞 之後呢 中國中南海開始下達指令 掃黃行動開始了 你看 東莞 我告訴各位 這個啊 在大陸現在很多民眾眼中 尤其是男人的眼中 它就是個極樂天堂 而且呢 大陸在大陸很多台商也都知道 現在呢 連習老 習近平呢 他也知道 這個地方裡面充滿了很多的情色 你要曉得 東莞它等於是情色的首都 可是問題是 過去中共他們在掃黃 我們叫打黃啊 打黃呢 大概都常在五一十一這種長假之前 可是我告訴你 東莞這個情色首都 它才不鳥中央呢 就是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他們啊 認為自己天高皇帝遠 就連香港的電影一路向西 裡頭都把東莞的那種 至最精靈荒誕的情色夜生活納入的劇中 你說連香港的電影都演東莞喔 你就可以知道東莞酒店他們已經猖狂到 連周遭的亞洲國家都文明俠爾 但這個可是臭名遠播 這不是好名聲啊 是不是 好 你曉得 在東莞 情色夜 不外乎我們講的桑拿 還有一個就是酒店的業者 就是我們講的KTV 其實幾年前 我就曾經在網路上面看過一組照片 竟然出現了有中共的女兵 在東莞的酒店KTV大閱兵 真的嗎 可是怎麼可能女兵會大閱兵 女兵不可能吧 人不防仔細一看才發現 這哪是什麼中共女兵 這根本就是中共的酒店業者 你說這些女的都是酒店業者 不是女兵喔 對 那怎麼看起來都穿著軍裝啊 因為搞噱頭故意穿上迷彩妝和護士裝 他們的噱頭到這種程度 連護士都有 你看 我告訴你啦 這些業者他擺明就是要告訴你 我們這裡的人很多 這就是他要表達的 這樣各位了解了吧 你就知道囂張之外他還告訴你 他們以量取勝 好 但是 憑白不留白鋪啦 現在中央開始要打黃了 你知道嗎 這回可不是打假的啊 因為央視的記者都出動了 你要知道央視記者往往就是風向球先遣軍 所以呢這回 所以也就是央視的記者代表了中央的一個前哨戰一樣 你知道嗎 香港媒體秀的多快 他說這回中共中央絕對是鐵了心 要打畫面 你看看央視的記者 他跑到東莞的一間酒店裡頭 結果那個酒店的服務室 服務員就把他領到了一間客房 但這客房有玄機 因為窗簾一打開 竟然有兩個女孩子在裡頭跳鋼管燕舞啊 然後這個酒店的服務員就跟他講 他說大姨啊 那你看看哪個你滿意你就選一個吧 所以也就是記者這個時候已經側錄下來了 對 他頭拍 結果這個時候記者就為了要採訪到更深入的內容 他就跟服務員講說我都不滿意 結果你剛剛有沒有看到 步步怎麼才下啊 上怎麼換了變 因為他說你不滿意是吧 而且你現在是變三個人耶 他講嘛你不滿意 好 他就把窗簾往下一拉 再往上一拉 每幾秒鐘馬上裡面的小姐全部換人 我剛剛不是講了嗎 他不但囂張他還以量取勝嘛是不是 然後結果呢 這個記者全程側錄 他就發現到底為什麼這這麼囂張 他們在仔細去調查 發現原來在香港 在東莞有很多的這些酒店 裡頭都大人物在撐腰啊 比方說黃江鎮有一個酒店叫做太子酒店 這很多的這個大陸台商就很熟啦 結果他發現太子酒店裡頭的這個經營 實際的經營的控股人啊 誰 叫做梁耀輝 這個人可能大家很陌生 他又是誰 但我必須跟各位講 他在大陸可不陌生 因為他曾經是擔任全國人大代表 而且呢 他還是胡論 這種我們講的富豪排行榜裡面的前五百名 想當當的人物喔 好 那為什麼央視的記者要去公布 一個酒店背後實際的操排人 居然是有人大代表在後面撐腰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這回中共的中央 他不但要掃黃 他還要打擊黑金 進一步最後就叫做速灘啊 所以是不是這回絕對不是說著玩的呢 好 那麼你除了看到了 要是記者直擊的這種形色業者任你挑的畫面之外 還有喔 他們甚至還把價格都給公開出來 說這裡頭的這些性工作者啊 一個人大概是差不多七百塊人民幣到一千塊人民幣左右 好 那記者嘛 你採訪完畢 你當然還是得報警吧 對 有 他就立刻打公安報警 結果公安在電話那裡頭 怎麼說 你知道他什麼跟機的講嗎 怎麼說 他說 是喔 有這回事 好 我們馬上派人去處理 這個馬上啊 最後就是無影無蹤 馬上沒消沒息了 馬上沒消沒息 真的 好 再來 他就回過頭來問那服務員 你們這到底安不安全啊 那個服務員竟然跟他說 說什麼 你放心啊 我打包票 這絕對安全 我們背後有巴苦有人造啊 喔喔喔喔 連服務員講話來形容 都怎麼的自大喔 對 好 那結果央視的記者又去發現 這裡不但有人造 號稱非常安全 而且呢 性工作者的人數多到你嚇一跳 真的嗎 我跟你講 有網友 就在網路上打個比方 但我先講 這個只是個比方 他說 東莞的性工作人數將近五百萬人 竟然就審問我們 什麼 你沒 誰啊 五百萬 五百萬人等於 你不是說五萬是五百萬 對 五百萬人 你沒寫錯吧 是 沒寫錯 真的五百萬 網友根據他們的調查 然後他們就去統計說 這相當於是等於新北市 跟彰化縣人口的總和 什麼 這麼多啊 網友就打了一個比方 他就講 他說這就好像說 你踏進了新北市 你發現這裡頭全部都是性工作者 但是他也有講 他說新北市的這個 人數還沒有這麼多咧 這新北市的民眾 大家不要介意 他只是打個比方 他有這樣講 然後他有講 那個產值 嚇死你 多高 五千億人民幣一年 那這五千億一年是中共 整個中國大陸加起來 一年五千億 但東莞就佔了三千億 東莞佔了三千億這麼高 這三千億等於是1.5兆 相當於台灣一年半的 全國的總預算 好 我再講 各位 我們剛才講了這麼多 你一定聽到我一直想講的 就是背後有人造 好 那有沒有觀商勾結 來 記者繼續去跟 跟到了一間KTV的門口 發現有幾個大爺在裡頭 哇 循環作樂完畢 出來搭上了一台進口的 A開頭的轎車 好 一進去之後 記者心裡想 很想知道這些大爺的來頭是什麼 就跟 結果沿路跟 跟著 跟著 你知道跟到哪裡去了嗎 這個名字有點長 大家耐心聽 這台有沒有注意到 對 就這台 好 他跟跟跟跟 跟到了中鐵大橋局集團 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港珠澳大橋專案部 這不用說也知道 是個公家單位 公家單位的人 是個崖門 結果呢 所以內部就是公家單位的黑頭車 在查車牌 車牌一查 根本就是個公家車 是個崖門車 所以你就會發現 這些中共的公務人員 他們直接大搖大擺 搭著公務車 直接去循環作樂 那他們用的錢是誰的錢 誰的錢 他們懷疑很可能 根本就是中國大陸人民的納稅錢 那也就是說 光是東莞1.5兆的 人民的新台幣的那些 循環作樂的錢 根本掏自於 中國大陸人民的口袋啊 哇 東莞一年的產值 居然是上兆台幣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產值這麼高的地方 結果是什麼呢 琴瑟行業 東莞這個畫外之地 中國大陸的中央政府 之前是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為什麼現在這個時候呢 開始要痛下殺手呢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東莞真的是 尋方課的天堂 立剛你還記不記得 前一陣子 我們不是被日本觀光客說 有一本極樂台灣嘛對不對 對啊 拿著極樂台灣 按圖所寄 你就可以到 林森北路啊 林森北路啊 六條通啊 任何地點 有那麼樣的 讓你會想入非非的服務 看著這一本 就可以到那個地方了 讓我們有一段時間 非常難看對不對 是 可是我可以告訴你 東莞的情色服務 它是怎麼樣 它都已經做到什麼 在網路上公開更不怕 等一下 你意思說它已經一化了 對 我們還是出書它已經一化了 叫做琴瑟桑拿 你知道嗎 這麼嚴盡啊 這本書你看 他就 我跟你講 他一看打開以後 他說我不在家 就是在桑拿 如果我不在桑拿 就是在去桑拿的路上 聽了這個話 你就覺得響入非非了 意思就是說 我隨時等待你來 不會打烊 沒有空窗棋的 好 OK 然後這個產業 已經搞到什麼地步了 你知道 立剛 東莞的酒店也已經做到 要有號稱ISO國際認證 等一下 你怎麼會有ISO認證 沒有啦 原來東莞的酒店 都還有ISO認證 不要緊張 是他們自己的業者 非常自豪的講 你是9001或9002 你不要管900幾 就說我們的服務 絕對是經過認證的 所以恩客們 你們不用擔心 為什麼說他們的產業鏈 非常的完整 從開始發簡訊給客人 到什麼 到化妝品業 到旅遊業 到酒店 他整個相關產業 全部連接起來了 到餐飲 到什麼 完畢了 還要按摩 一整套 我們業者都給你包了 而且管事服務 要求的是非常嚴格 叫做順口6 大白菜 西洋菜 水你挑 包君滿意 價格 優惠 還有這種順口6 還有這樣子順口6 而且他們厲害在什麼地方 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 他們東莞自己本身的 有一個就是那個 簡訊公司的經理 麥經理他就講 他說你知道多便宜嗎 業者找我們 花200塊人民幣 我們可以用群呼的方式 一天之內 可以教課7000名 等一下 你說用群呼 那你就用手機啊 手機就是用簡訊 他居然跟這個簡訊資訊 整個結合在一起了 新貨到 7000名 所以說這些人只要手機上面的話 簡訊一收到 對 大家就會來了 那就趨勢若鶴了 那這樣子真的是一化處理嘛 我跟你講 非常的具有什麼 電腦觀念 我跟你講這個 7000個人 馬上就知道 有新人到了 對不對 大家就想要去幹嘛 一試伸手嘛 對不對 好 管事服務強調 50道標準流程要做到 等一下 還有50道的標準流程 我跟你講標準流程 那真的是不得了 立剛 我跟你講 這個因為礙於尺度 我們只能夠講 最前面一項 跟最後面兩項 我跟你講 什麼管事服務50項對不對 就像菜單兒一樣 你這上面要勾選 你知道嗎 挑菜啊 挑菜 就像菜單兒一樣 挑選 我跟你講 這張就是嗎 這張 當然不是 那這張如果真的是的話 你也要被抓去養雞了 你知道 好 OK 第一項就叫做 唯父之道 什麼叫唯父之道呢 我跟你講 你跟這些小姐見面 絕對不能是那種 很 就是說很低俗的那種交易 你一進來 你就不是恩客 你是老公 為什麼要叫老公 就讓你有回家的感覺 而且馬上第一件事 這個小姐就會拿 老公 請換拖鞋 我幫你拖 好 換好鞋子以後 馬上倒杯水給你喝 然後趕快進去放洗澡水 讓你非常溫暖的感覺 好 這是第一項 第一項 唯父之道 講完了 在中間的 我們從頭跳過 不能講了 到了第49項 也就是 這個清熱完畢了 對不對 貼心問候說 老公 你覺得我服務還不錯嗎 但是你現在又要來填問卷了 在問卷上面打勾 一定要寫好聽的 好 打完了之後 最後一項 沒有這麼簡單的 我告訴你 還要送到電梯門口 老公 我跟你講 下次一定要再來找我 不就拜拜了嗎 沒有拜拜 我一定要這樣子 你會真的擁抱你一下 讓你覺得 真的兵器如歸 他這樣子就感覺到 這些客人覺得說 好像進了那美美的溫柔箱 如果在這個問卷上面 你有不高興的地方 你有點選出來的話 回去這個小姐 要倒大煤的 要吃排頭的 要扣服務費的 好 你就曉得說 原來這麼兵器如歸 你就曉得說 他們真的是有ISO的認證 好 央視報導了 這個情色系列之後 昨天東莞地區 馬上大驚天動地了 你知道嗎 馬上大地震 警察出動 你知道逮捕了多少人嗎 多少人 衝了12家酒店 抓了65個人 很多裡面是公務員 一個派出所的所長 甚至必須要停職調查 中南海這次真的是 發怒了更妙的事 你知道嗎 照理講 應該民眾要叫好才對 對不對 大力掃黃嘛 你知道嗎 掃黃完全沒有得到 民眾的支持 來 立剛我們看 掃黃未得明星 大陸網友竟然發出 什麼聲音你知道嗎 什麼聲音 保衛東莞啊 怎麼會這樣呢 等一下 保衛東莞 有沒有搞錯啊 他講得多好笑 央視無情 人間有愛 眾志成成 一方有難 八方支持 東莞體主 東莞不哭 哭什麼勁啊 這什麼哏啊 這不對了吧 川正 記不記得 這完全是川正的哏 整套拿來用了 你知道 大V組 大V 這網路上的一個 大V這個館主 他說 東莞體主 今夜 我們都是東莞人 我們支持你們東莞 我們對抗中央 立剛啊 怎麼會有 這麼吊詭的事情呢 居然為了這奇色彥 掃黃根本沒有得到 掃黃還要對抗中央 很簡單 這回是看你是玩真的 還是玩假的 不要說東莞人看 全大陸都在看 不過這一次習近平 可是真的是 鐵拳出擊了 後續的發展 還很值得 我們繼續觀察呢 中國大陸的中央 現在是雷厉風行的 開始進行掃黃了 掃的第一站 開的就是東莞 但我們注意 東莞以前只是一個 純樸的小鎮 怎麼這回變成了一個 這麼樣的情色首都呢 其實這就要說到 這樣的酒店文化 都從台灣傳過去的 在當時 台灣人很多在東莞發展 到了夜深人際時刻 晚上沒出去 結果酒店文化 就像那春風吹又聲一樣 整個在東莞 蓬勃發展 是 立剛大陸有一句順口六 叫十萬小姐赴嶺南 百萬N克下東莞 你看這個順口六 其實代表 東莞真的是他們心目中的 一個情色首都 真的變成情色首都 當然我們知道 東莞為什麼會這麼發達 是因為港澳 台商 把這些產業引進去之後 他們需要大量的勞力 所以當然勞力 就從那邊算是一個集中點 很多男性勞工進去 男性勞工這麼多 當然也有情色需要 可是你知道嗎 立剛像我們這種 19 20年前就去過大陸 很多人就知道 其實大陸一開始 他們服務是很差的 小姐話術也不行 然後技巧也不夠 然後所有相關服務都不行 其實這個對很多男人來講 對這些台商來講 非常沒有吸引力 所以到最後怎麼辦 這些台商就自己 把自己的一些絕活帶進來 什麼啊 台商自己引進絕活 對 因為我們在台灣玩的 我們覺得很多東西 都比它高檔啊 結果是把台灣的酒店文化 搬到了東莞去了 當然這個就是 就是要移植我們台灣的 情色文化過去 結果是台灣的酒店 跑到東莞去發揚光大 你要知道現在在東莞這邊 東莞剛剛中博他們已經講過 一年收入非常多 可是你知道 關於性產業這個部分 它不只是單純的性產業 上造的產值 對 而且還有相關的 比如說手飾 化妝品 這些相關還有情趣用品 全部形成一個食物鏈 一個營業鏈 那這一些的產值 據說光是這一個產業 跟性產業相關來說 佔了它東莞整個GDP的七分之一 這麼高啊 佔了非常非常高 除了工廠之外 這個居然佔了七分之一的產值 所以你就知道它有多重要 那你知道台商 你知道它引進的酒店文化 到底是什麼樣的酒店文化 其實很簡單 就是像以前 大陸大部分是什麼 洗腳店 對不對 你有去過洗腳店嗎 沒去過 其實就負責洗腳 然後按摩 然後還有其他一些 像K房這些東西 可是我們台灣是把什麼 正牌的酒店文化引進去 那我們這種酒店不是我們 現在一般看到那種 我們台灣所謂的酒店 在大陸酒店叫什麼 高級大飯店 那高級大飯店正常來講 是不能夠做禽色產業的 理論上是這樣 他們就中共 其實中共他們有明文規定 高級大飯店不准做禽色產業 可是問題是呢 你不准做 我這樣做給你看 據說我們台灣這邊有一個大 就是一個連鎖酒店的一個大老闆 就把這個引進去了 這樣子一個就形成它一個 非常非常可怕 它越來越蓬勃發展 現在據說到去年為止 大陸這種 就是在東莞這個地方 它高級的這種大酒店 也就103間 等一下 103間的高級大酒店 結果都是做這個行業的 70%以上都做 實際上幾乎全部都有做 為什麼你知道 理由非常簡單 因為你不做 你沒有辦法生存 因為產值太高了 不是 因為很多客人一來問 你們這邊有沒有做special 沒有 是啊 那掉頭就走了 我只要有做的去 就不進去了 是啊 所以這些業者 其實他也很無奈 他本來也不想做 我高級大飯店 我就就是賣你休息一下 住宿這些東西就好 我何必要賣你這些東西 可是沒辦法 因為沒有這些服務 人家客人就不來了 所以他非做不可 可是我們這樣講成這樣子 好像在那邊做這個東西 很容易對不對 可是實際上 在大陸你要做這種產業 如果你沒有有利人士造的 你不是黑白兩道都吃得開的話 你在那邊其實你會很痛苦 像有一個雲林的虎姓小胎 你知道他當年也是 跟人家募款集資啊 就在家裡頭拿了一筆錢 就跑到東莞去了 他想說開酒店蠻容易 我在台灣玩了這麼久 我怎麼會不知道酒店怎麼經營呢 然後他就開了 開了之後呢 他就沒有去打點好 黑白兩道沒有交代好 結果呢 第一個 他酒店開半年 來領檢七八次 啊 就領檢他的店 對 就專門領檢 幾乎一個月來不止一次 就警察專門找他麻煩 對 那你想想看 你一個店如果常常被公安抄 那一般台商或誰願意惹這種麻煩 大家都不想去啊 不然你經營酒店生意事物就不好 對 那第二個呢 你知道大陸人很厲害 你知道你在大陸要做這種產業 你一定要找一個合股人 是當地人 不能你自己做 光台灣人是沒有辦法經營這種東西 那這個當地人 他學好你的所有經營模式之後 不好意思 他就結合其他業者把你吃掉了 所以你到最後 把你的產業給併穿掉 結果他在那邊做個半年多呢 不但沒有賺到錢 還欠了一屁股在 最後被人家一腳踢出去 連酒店都歸人家 但我跟你講 立剛這還不是最慘 還有人更慘 還有更慘 像宜蘭有一位姓張的 也是個台商 他也是一樣啊 覺得去大陸經營酒店很好 他覺得自己 在大陸也有認識一些人 他有相關的背景 我在那邊做一定沒有問題 所以我就去了 去了之後呢 他開了酒店生意很好 因為兄弟什麼也都照得住 還有一些那種高官來捧場 捧場之後他發現問題大 什麼問題 生意是很好 沒有錯 可是收不到錢 來白吃牌喝 沒有辦法 因為他們都是高官子弟啊 你要靠這些人照你啊 那這些人照了你 結果他白吃白喝 你反而沒賺到錢 因為我一來之後 我沒有說我不付喔 我來之後簽單 下次我一次給你嘛 你敢不讓他簽嗎 所以你每天晚上 你要做這麼大的排場 要把那個酒店搞得有聲有色 你要花這麼多錢請小姐 你要花這麼多一點去裝潢 結果搞得這麼投資下去這麼多之後 反而你收不到錢 那你說這個酒店怎麼開 結果他開不到兩年 你知道他賠了多少錢 多少錢 賠了超過一千萬人民幣 這麼多啊 對啊一千萬人民幣 現在已經超過五千萬台幣了 所以他本來是 你知道 帶了一大堆錢 想要去那邊賺更多錢回來 結果反而是落了一文不明 到最後沒辦法 你回台灣的錢都沒有 你知道他淪落到什麼 這個已經到哪去了 淪落到在那邊做皮條課 就是三七辣 蛤 淪落變成當三七辣 是啊 沒辦法在街上拉課 結果好死不死 過了大概不久 過了一陣子之後 他自己的堂哥 也跑到東莞去做生意 做生意的時候 晚上人家請他去酒店 結果酒店的時候 一遇到 這個三七辣怎麼長這麼面熟 這不是有堂地嗎 糗了這樣才相認 才把這個故事傳出來 所以我說這樣 你沒有三兩三 千萬不要隨便去大陸 經營這種特別的商業 沒有三兩三 你千萬別上兩三 想想看東莞這個地方 高風險 高利潤 但是這種行業 現在中國大陸的中央 開始要掃黃了 可是我們注意 東莞這個地方發展到現在 那實際上那邊的狀況 是什麼樣的一個場景 有華可是有趣過 其實像東莞 成都 還有珠三角這個地帶 珠三角一個是指東莞 從深圳上去 一個是指珠海 他們兩個地方 事實上這種產業 是非常非常的發達的 那就我個人的例子 那我先講去成都好了 有一年我到成都開會 那當地的官員呢 就請我們吃完飯 吃到十點多 吃到了將近 對 十點多 十點多 他就帶我們去 景江南岸的一個地方 景江南岸一個地方 我們坐定了 就跟畫面上的一模一樣 舒服 坐定的 等一下 官員帶著你們去 吃完飯 居居還晚上 還有這種活動 我跟你講 沒有穿的那麼好看的 都是穿的 可以讓你眼睛睜得大大的 真的 給你選 選到你滿意為止 好 結果呢 我們也那個 當然是選到了真正滿意的 結果突然一個小姐說 那我在什麼某某地方看過你 我就嚇了一大跳 我就說那個不要了 你被認出來了 我被認出來了 好 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像那個 珠海跟東晚 我們先講東晚 好 過去呢 大家傳言 是跟你開吉普車的選美 那個已經過時了 開雪鐵龍 四部雪鐵龍 就那個媽媽桑 媽媽桑親自開車 然後 你說開進夜店裡面 沒有 就在夜店裡面 就在裡面開雪鐵龍 對 四部 一部一部 然後全部都是高挑的 全部都是高挑的 然後皮膚又白 大概是西北地區來的 然後你就站在這邊 就等於閱兵典禮車 經過你的面前一樣 跟老蔣閱兵一樣的 你要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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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開始選飛 那選飛 那真正說 那你選到了 其實坦白來講 那些全部都是雪頭 真正好看的是在房間裡面 我現在講北京好了 北京有海字號的 有天字號的 對不對 聽說北京市的市長兒子 陳希同 他兒子叫陳曉彤 陳曉彤就請我朋友到那個 那個出來 一次出來 一次出來 各位猜猜看多少人 你們猜猜看 我告訴你 一次出來 六十個 六十個 這麼多 然後那個等於是一個 五廳大的地方 就是說我啊 江中博啊 彭華幹往中間一座 這個旁邊是 陳曉彤往那個一座 二郎腿一翹 然後就開始看 看的時候你知道嗎 他先讓你在燈光中看 看 看完了以後換燈片看 再看 再看真身 就是說好 你在換燈片 那你看完了 好 選一二三四五 五個人好了 好 叫他們出來 他真身給你看 真身給你看的時候是 是赤裸裸裸的給你看 叫你坦誠相見 讓你坦誠相見 然後一個晚上 那個時候將近十五年前到二十年前 多少錢 多少錢 各位 一個晚上台商花了九萬人民幣 九萬人民幣啊 一個晚上 在十五年前就花這麼多錢啊 彭華幹啊 江中博啊 跟我啊 我們三個啊 那我這次比喻 我們三個往那邊一坐 然後玩一個晚上九萬人民幣 那個時候他們鄧小平的薪水 才三千六百塊錢人民幣 才三千六哦 那他們可以玩到九萬多 所以啊 那個時候 北京真是天字號啊 海字號啊 那個東西鬧翻了天 原來啊 在大陸啊 居然這種行業到現在它的產值高 但是呢 官商勾結之下 習近平才下達了格沙利 一定要把東莞這種狀況完全的改善 但我們注意哦 在我們台灣呢 台灣 我們中天新聞 獨家的去搜證了一些資料 而這些資料是哪個地點呢 中立 中立的黃賭這個猖狂之下 這街上上映了像古惑仔般的戲碼耶 好 立哥 你知道嗎 我們剛剛講東莞對不對 台灣的東莞又在哪裡呢 有哦 就在中立 我告訴你 中立在年前 1月22號的時候 就發生了一件事情 你知道 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竟然變成了群偶 有三十幾個來自新竹的天道門份子 到KTV裡面去尋仇 我跟你講 去尋仇 把三個人打得見血送醫 藍牙棒都出來了 你看那個俯視畫面 新聞畫面會說話 上面看下去好像真的就像電影場景一般 對 沒錯 你知道嗎 這是電影場景嗎 打成這樣子 把人家骨頭都打斷了 見血三尺 為的只是什麼 原來是因為新竹的天道門份子 跟桃園的KTV的黑道 為了爭奪紅牌小姐 就這麼簡單而已啦 還有一件 兩天前 我跟你講 也是 我跟你講 為了什麼 喝酒 喝酒以後 小姐滑拳滑梳了 然後請別的客人帶喝 結果主人不高興了 江西男子把那個小姐給轟出去 轟出去之後 我跟你講 馬上五六個二煞就帶著西瓜刀 衝進來 不由分說 我跟你講 江西男子被砍得滿身是血 爬出去 還被拉回來 繼續打 四個人骨頭斷掉送醫 好 這就是中立的 現在的真實的特種醫院情況 我們中天的記者也獨家 進到裡面去埋伏僑莊 進行埋伏報導 大家來看看這個真實的畫面 你看 現在我跟你講 我們記者已經進去了 在門口你就看到 很多小姐 你看穿著短裙 打扮得很時髦 對不對 打扮得很時髦 有些在聊天 有些在滑手機 大家看看 因為畫面不是很穩定 為什麼 這些人不是在等人的 這些不是在等人 這些都是小姐 男生都是馬夫 女生都是傳播妹 這居然在我們的中立啊 對 就在我們的中立 好 進去之後 你看 你看 這麼多人 這幹嘛的 這些全是馬夫 你現在所看到這些 路邊這些也是啊 這些全是傳播妹 好 你就曉得說 我還是以為 你以為它是一般的KTV 逛街或等人的這些 立高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外觀長的 跟一般的KTV 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可是我跟你講 進去以後就別有洞天了 這些車輛都是馬夫的車輛 好 你看 小姐每一個都打扮得那麼時髦 你進到KTV的包廂區的之前 我們的記者就被馬夫 拉著過來詢問 說 你們的價錢怎麼算 他說 兩個鐘頭都兩千啦 以後每一個鐘頭就一千啦 廢話 他講的就是一般的行情 你知道嗎 記者不過是試探他 好 上去之後我跟你講 你知道為什麼 這些馬夫要壓著小姐去嗎 因為他們不跟酒店 不跟KTV拆账的 所以他們在市區裡面 是一直轉 轉 轉 他們只要轉到 你點選他之後 他馬上就進了包廂等 但是這個包廂裡面 這麼多人是誰啊 好 進到包廂之後我告訴你 立高 你開始扮皇帝 為什麼扮皇帝 這些 我跟你講 你的客人坐在沙發上 跟大爺一樣 開始看 然後進來就像大軍壓進一樣 十幾個小姐拉著 在你面前給你看 環肥厭壽 任君挑選啊 不是說又是這樣子排隊讓你選的 像排隊一樣 對 讓你選 選好了以後 我跟你講 馬夫就會逝去退場 馬夫就出去了 這些小姐都從高雄剛上來的 很新鮮啦 客人 你要好好的照顧他們 他就退出去了 退出去之後 我告訴你 你看 這麼多辣妹 這些小姐們就像什麼 就像機器娃娃 開關 突然之間 每一個都打開了 開始熱舞 熱舞都唱的什麼 以前舊的時代 是唱鄭秀文的 愛得是北京台多 對不對 那如果現在的話 現在就要唱姊姊啦 謝金燕的 對啊 冷不公啊 就要唱這種歌了 你知道嗎 電子音樂就上場了 每一個小姐都要負責 跟她的客人熱舞啊 而且Special Time開始啦 大家都跳到桌上去 看著你是心花怒放啊 我跟你講 這個時候在強烈的電子音樂 已經酒精的催促之下 酒含耳熱 你就會覺得說 他們好自視化的舞蹈內容 對不對 而且很會帶動氣氛 結果這些小姐原來 我們直接拍攝到的真實畫面 你看 她還會拉著你跳 你不要 她還不會碰過你 那就等一步要營造氣氛了 對 營造非常High 非常熱烈的氣氛 好 OK 那跳完之後 你就想說 最近因為抓得很嚴 那其實我們的記者 並不想要下一步對不對 他會主動告訴你 最近抓得很嚴 你帶我去MOTEL吧 下面的橋段 如果我們還可以談談價錢 還要玩輕輕 我跟你講 就像皇帝選妃一般的熱絡啊 我跟你講 你只要到那個地方去 很多人都會迷失了自我啊 這就是現在中立的真實狀況 不管是東莞或者是我們的中立 這種場景都是非法的 警方應該要嚴格取締 但是從事涉嫌行業的人 有些人真的就像那死屍一般 可是有人卻想讓死屍復活 怎麼樣復活呢 用奠擊的方式 《科學怪人》出現了 我先來講《科學怪人》這部小說 最近不是《科學怪人》 也部電影真的上映嗎 對 《法蘭克斯坦》 其實這本小說 是當初一個瑞士的女作家 叫做瑪麗雪莉他寫的 那這個故事 我大概跟各位朋友介紹一下 說法蘭克斯坦他是一個科學家 那他是一個19世紀的人 他喜歡研究屍塊 那他覺得能夠讓屍塊復活 那就是他最大的成就 什麼 讓死屍復活 對啊 反而是他的成就 對 他就跑到墳場 然後去東湊一塊 西湊一塊 拼拼湊湊成一個活死人 然後再利用這個電擊的方式 把這個活死人給復活 後來這個就成為了一個 故事的藍本 成為雪莉這個作家 《科學怪人》小說中 裡頭的一個故事 那我們曉得這個故事 其實它是一個科幻小說的鼻祖 恐怖小說的鼻祖 就很像泥匡現在寫的啦 這不就是小說嗎 對 就是小說嗎 就是假的嗎 是現在研究 虛構的啊 研究研究發現之後發現 不對耶 其實馬力學歷它是有所本的 在1786年當時意大利有一個科學家 他叫茄法尼 他就把一個死掉的青蛙 然後在青蛙的腿上 我先講是死掉的 插上了兩根金屬 然後開始通電 結果發現那個青蛙的腿會抽絮 你是說通電了 對 青蛙抽絮了 可是呢 茄法尼啊 他雖然提出了這套理論說 原來屍體呢 他可能都是這個 就是應該講 活人的時候是靠腦部發出一個電流 讓末梢神經能夠動嘛 對不對 那屍體如果也能夠放進一種這樣的電 那同理可證 這個四肢可能還是會動啊 你意思是說死掉的人 如果放了這個電的話 他就可以繼續活下去了 對 那這個電要從哪邊打進去呢 這都對 茄法尼來講是個問號 茄法尼 他的實驗也就只有到此為止 理論就到此為止而已 但是茄法尼雖然沒有成功 他的侄子 來 照片中的這位 阿迪尼 卻對他 Uncle的這個實驗很感興趣 因此呢 他就更深入的研究 他 就是把 第一次 第一次他做的事情 是在義大利 他把一個死習犯的頭 我先講只有頭喔 然後用他俗俗的這個理論 注入了電流 就發現那顆頭的臉部表情 竟然開始扭動 等一下 聖科頭 對 死習犯的頭 頭的臉部表情會動 彷彿在做鬼臉 你是說因為通了電的關係 阿迪你心裡想 你看我做的實驗 已經比叔叔更進步了 但是各位 你頂多就是個頭 對 換句話說 你的這個通電 你只能停留在腦 但是他就想 如果心跟肺都能夠通電 是不是有可能 整個人都能夠復活呢 他就這樣想 可是義大利很難找到 一個完整的屍體 他把腦筋動到英國去了 因為英國當時執行死刑是絞刑 屍體可以保存得很完整 你叫做有完整的屍體 對 所以這個時候 他就買通了一些獄竹 然後買了一些屍體 他發現他自己在做實驗的時候 透過通路的電流 竟然可以讓屍體坐起來了 而且不只戈壁還可以抬起來 甚至還可以握拳 連雪茄都可以拿出來吸 什麼 光電流就可以造成人 有這樣的行為 他立刻把他這個實驗的成果 他不是去英國找屍體嗎 對 他就告訴了英國政府 你要知道19世紀初 那時候英國日不落國 海軍最強 他就說 包括英國政府 我可以讓溺水的海軍 溺死的海軍活起來 這是有可能的 好 英國政府大力支持 因此他就再度買通玉竹 然後找了一具 剛執行完死刑的屍體 就是死完沒多久 幾小時而已 他就當著大英帝國 所有官員的面前開始通電 他先通那個屍體的太陽穴 就發現那個屍體 竟然在做目睽睽之下 他開始動了 你說就像畫面當中一樣 這樣子開始動了 我講了 這只是第一招而已 通太陽穴 結果腳趾手指那邊才抽搐啊 抖動啊 等等啊 看了所有大英帝國的官員 是瞠目結舌 但是他跟各位講 這只是第一招 他還有一個絕活 他從屍體的屁股的開口通電 結果這電一通下去不得了 因為電流迅速經由這個所謂的 尾椎神經 直通腦部 你知道嗎 這個屍體 他當著所有人面前 快要坐起來 因為就好像那個魚 那個魚一旦上了岸 它是不是會反覆的掙扎 所以你就看到那個屍體 就像魚這樣 不斷的掙扎抖動 好像快要坐起來了 所有的官員睜大眼睛 因為他們都很想看他坐起來 坐起來不就是復活了嗎 對不對 結果還看到他的這個胸腔 開始彷彿像是有了呼吸一樣 不斷的上下起伏 好 正當大家就說坐起來 坐起來 快點坐起來了嗎 沒有 就是沒有 所以他就是在這個結尾的時候 功虧一虧 他沒有站起來 就差那麼一步 失敗了嘛 好 大英帝國說的官員說 失敗了 失敗了 通通都走了 那阿迪尼也覺得很失望 就也走了 好 大家就說 實驗失敗 沒了 The End 錯 有人就講 當時會聲會影的說 那具屍體就沒有人理他了 對 他復活了 真的嗎 他在大家都不知道的情況下復活了 然後先殺掉 我不是說阿迪尼都是買通獄竹嗎 對 然後他那個屍體復活之後 就先報仇把獄竹給殺了 然後立刻逃跑 逃跑之後呢 就成為了科學怪人 那這個事情 就開始不進而走 傳遍了世紀小巷 因此成為了 我剛剛講的瑞士小說家 瑪麗雪莉 寫下 Frankston這本小說的原型 在那18世紀的時候 義大利的科學家在研究那科學怪人 但是法國人呢 他們抓到狼人囉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